有人可以走 但是我随时都会有备选 同样你也是这家公司的领导者 你是怎么做的 你不但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你还怂恿下属 善离之手 你太容易失望了 明轩 不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我在你身边 你却一直无视我的努力 和付出 从莫菲出现以后 你的眼里和心里 你只有她 无论我做什么 我都比不上她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看得到我 就像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 你会把我放在心上 我从来没有摸着过你 对 我多么信赖你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但是我对你的信赖 不是你在公司里边 可以为所欲为的工具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是在 糟蹋我们之间的情谊吗 我知道我做得不对 但我不想离开公司 我不想离开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开除你 是你自己主动要离开的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 失去 失了 你做个决定 对了 对了 你不是批了刘沛休假吗 我建议啊 趁这个时间 你好好地休息一下 冷静下来 好好地考虑清楚 话呢 我只说这么多 我建议的 好地 我的兄弟 我建议的 你去哪儿了呀 你得把妈妈急死呀 妈 我没去哪儿 我就是出去散散心 你这出去散散心 唐明玄都找他家里来了 他来了 是啊 我本来想好好说说他的 被你爸拦住了 我说你们俩不要在外面 求求求求求 雪凌 你过来 我问你点事 爸 怎么了 坐下 雪凌 我希望你跟爸爸 能实话实说 你跟这个 这个唐明轩 到底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 爸 你别问了 我自己的事情我想自己解决 你自己能解决过吗 孩子不让问你就不要问了呀 行行行 我不问这个 我换一个话题行吧 你当初学油画学得好好的 为了明轩 非要改学服装设计 毕业之后还哭着喊着 要来明远工作 我当时不同意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我愿意在明远工作 不管以后碰到艰难万苦 我都绝不退缩 夏学凌 这是你说的吗 是你当时给我的保证吧 是啊 我是这么说的 那现在怎么解释 碰到一点点挫折 拎着箱子就走 你这是要当逃兵是吧 是这个意思吗 你说说 孩子刚回来 你能少说两句吗 她现在是孩子吗 她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她现在是明远的设计总监 她是不是我夏振东的女儿 不重要 她遇到点挫折就跑 夏学凌 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 雪凌肯定是在明远受了委屈 才会这样做的 肯定是遇上了她解决不了的问题 才一走了之的 都是那个唐明轩 我们雪凌在她身边 坐了这么多年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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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跟雪凌 谈工作上的事情 你愿意在旁听我没有意见 你要在这儿这么说的话 你上楼去 她本来就是一回事 怎么是一回事了 就是一回事 怎么是一回事 怎么是一回事了 不是因为她唐明轩 我们雪凌能去明远吗 我现在问她 跟唐明轩什么关系 她不愿回答你 告诉别问别问 你现在要把唐明轩清楚 你到底想 别吵了 都是我不好行了吧 是我让你们俩担心了 当初去明远工作 是我的决定 现在我也不会轻易放弃 雪凌 如果明远你做得不开心 咱们就不去了 妈妈给你做主 你做什么主 你现在上楼去 我干吗要上楼去啊 这跟 妈妈 爸她说的没有错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不应该一走了之 我明天就去上班 你看看你 你看你把女儿 逼成什么样了 我逼她什么了 整天就是明远明远 工作工作 你也看到了 唐明轩来的时候 她是什么架势啊 唐明轩可以不在意我女儿 雪凌可是你的妻女儿啊 你也不在意雪凌啊 这个家是你要做主吗 是不是你要做主 可理 那你做主去吧 你做主去 你做主去 你把一切都搞定 你都搞定才好 夏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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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您去哪儿啊 大家都在问呢 对啊 我住院了 急性拦尾炎 动了个小手术 那您怎么没说一声 我们应该去探病啊 事情太突然了 而且 我也不太喜欢别人去医院 看到我那么憔悴的样子 对了 刘培还在休假 她手头上这些工作 你们分担一下 好的 好的 轩哥 你知道吗 那个 轩哥你知道吗 夏总监得蓝尾炎了 她前几天没来 是因为她去做那个蓝尾炎手术了 现在她在设计室呢 同事们都 都这么说 知道了 知道了 肯定是夏总监提前告诉你了吧 我说你怎么能那这么 你怎么花那么多 我就告诉你一事 我先出去了 蓝尾炎手术了 亏她想得出来 您是莫小姐吧 您是 大家都叫我钟叔 你也可以这样称呼我 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找笑愚的 我找她一天呢 没见她人影 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问问李奇 他们俩竟然在一起 该问的人我都问了 该找的 我也都找了 可是 没找见 可是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先走了 请您伯母小心 是这样的 今天 是冯小瑜的生日 长期以来 她跟她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 今天 她爸爸想为她过一个生日 两个人在一起 好好地谈一谈 你修复一下关系 那如果我见到她的话 我会跟她说的 那我先上学了 那好 谢谢您 朱朱拜拜 谢谢 你修复一下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还是不要说了 你好 今天,我邀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演员 Peng Xiaoyu 你都知道了一家企业工作的工作 Kaiman 但你可能也认为了一家企业 因为他最年轻人的一家企业 在凯曼 他认为中国的风格 也认为一系列的研究 一系列的研究 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所以,不过来,我承识了 请您参与了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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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不过来 方笑语歪刀讲师怎么告诉他 我也不知道 Andre刚刚提到中国的风格 今天我会告诉你 中国的风格 什么是中国的风格 这些年代 中国的风格 南无关西 文字幕演唱 李宗盛 里面 中处的风格 和雅 用黑色帆衣装 做工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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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等我吗 今天演讲很好 麻烦给个五分好评 谢谢 其实我今天找你去有事的 说 我今天来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中处人找我 他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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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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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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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知道刚刚你走了 安德莉她有多尴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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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走了 就只剩我和我妹妹两个人 最近这三年我妹妹也不在我身边 我就不喜欢过生日了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些 嗯 今天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明天我会去跟安德莉道歉的 听说那间餐厅的鱼做得很好吃 是啊 那你这应该吃完了再走 要不 我送你一条鱼 你还会做饭呀 呢 咯 顺苍 咯 咯 咯 咟 咯 咯 手艺不错呀 和你的话比起来还是差一些的 和你的话比起来还是差一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你长命百岁 富足有余 谢谢 我一定会好好收藏的 那我先回去了 生日快乐 莫菲 我知道你已经跟唐明星在一起了 我只是希望以后你对我不要舍得不见 躲着我 逼着我 既然说到这件事情 我也想和你好好聊一下 没错 我和明轩在一起了 有些事情你不在乎 可是她在乎 而我 在乎她 因为在乎她 所以 我在乎回避你 我只是不想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让她觉得不高兴 我 跟她比真的那么差吗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也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 从各个方面比 你都不比她差 可是感情的事情 是没办法用来比较的 我承认 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可也就是仅此而已 你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很棒的朋友 没有别的 那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休息 生日快乐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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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